第五百六十五集 曹操命令夏侯渊率军援救济城 还没到呢 济城已经投降了 夏侯渊离济城还有两百多里的时候 马超出军迎战 夏侯渊作战失利 这时候号称底王的底人首领 又起兵响应马超 夏侯渊只得率军撤回 正在这时杨复的妻子去世 杨复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 杨复的表兄天水人江旭担任府仪将军 率领军队住在立城 杨复见到江旭和江旭的母亲 抽气不止十分悲痛 江旭说 你为什么这样悲痛啊 杨复说 守成而没能守住 而我不能跟被杀的长官同死 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 马超背叛父亲跟皇上 残酷杀死本州的长官 这岂是我杨复一个人忧心自责的问题 一州的士大夫都因此蒙受耻辱 你拥有重兵 寿命全权管理这一地区 却没有讨伤逆贼的想法 从前赵顿正是因为这样做 才被史官记载为弑君的 马超虽然强大 但不讲道义 弱点很多 容易对付 江旭的母亲 凯然说 好了 江旭 尾刺史遇难 也有你的责任 难道只是 杨复一个人的过错吗 谁能不死 能死于忠义 就是死得其所 你只应快些行动 不要再管我了 我自会为你担当 不会迁累你 江旭就与同军人赵昂 尹凤 武都人李俊等人 共同商议 讨伐马超 又派人到冀城 接叫安定人梁宽 南安人赵渠 让他们做内应 马超命令赵昂 交出儿子赵月作为人质 赵昂对妻子示意说 我们已经如此谋划 事情一定会成功 怎么处置赵月才好呢 事意力声回答 能招雪君父的大持 就是掉脑袋也不足惜 何况一个儿子 九月 杨复与江旭进兵 进入鲁城 赵昂隐凤 占据岐山 讨伐马超 马超听到消息大怒 赵渠成是编造理由 劝马超自己率军 去进攻杨复等人 马超出城后 赵渠和梁宽等 关闭冀州城门 把马超的妻子儿女 全部杀死 马超进退失聚 于是袭击立成 捉到江旭的母亲 江旭的母亲痛骂马超说 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 杀害长官的恶贼 天地岂能长久容你存活 你不早死 还敢见人 马超把他杀死 又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杀死 杨复与马超大战 深受五处重伤 马超被杨复等打败 就向南投奔张鲁 张鲁任命马超为 都奖祭酒 打算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马超 有人对张鲁说 像这样的人 不爱自己的父母 怎么能爱别人呢 张鲁这才打消嫁女的念头 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 封十一个人为侯爵 杨复被封为官内侯 冬季十一月 魏国开始设置 尚书 侍中和六卿等官职 任命巡忧为尚书令 梁茂为尚书蒲叶 毛 崔衍 长林 徐义 何奎为尚书 王灿 杜夕 魏晋 何恰为侍中 中瑶为大礼 王为大司农 袁焕为郎中令 并代理御史大夫事务 陈群为御史忠成 袁焕得到赏赐 都散给了亲戚朋友 家中没有积蓄 当时人都佩服他的青年 这时 有刘备已死的传言 群臣都很高兴 只有袁焕不道合 曹操打算恢复肉性 夏令说 从前大红炉陈记认为 死刑 有人辞的一面 御史忠诚陈群 能说说你父亲 说这话的理由吗 陈群回答说 我父亲陈记认为 汉代废除肉性 而增加踏性 本来是出于人死的目的 但死于边障之下的人更多 这就是所谓 名义上减轻 而实质上加重 名义上轻 则使百姓容易犯法 实质上重 则伤害百姓 而且杀人偿命 是符合古代法治的 至于伤人 或者残害身体 或者剪去头发 两者都不合理 如果恢复古代刑法 犯奸淫罪 施用公刑 偷窃的就把脚砍断 就会永远没有 淫荡和偷窃的罪犯了 古代的三千条刑法 虽然不能全部恢复 但像我刚才举的那几种 正是现在的社会问题 应当先实行 汉朝法律 对判处斩首的罪人 不能讲求仁爱 除此之外 其余判死刑的人 可以改判肉刑 这样 既可以施加刑罚 又可以保存生命 现在以鞭挞致死的刑法 替换不杀人的肉刑 是众世人的肢体 而轻视人的生命 当时参与讨论的人 只有中瑶跟陈群意见相同 其余的人都认为 不能恢复肉刑 曹操因为四方征战 还没有停止 顾虑众人的意见 停止了恢复肉刑的打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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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算